先前講說我可以透過手機數據 分析集會人民性別 年齡及政治傾向 所以用講是手機數據 手機數據怎麼會有呢 我們都用手機 都沒有數據 我就是自己的數據 怎麼有大家的數據呢 他現在講說 我沒有手機訊號資料 分辨小草 用看人 看影片 看直播 用膝蓋想 也知道 所以他現在改口了 那另外NCC主委陳耀祥 說我看電視才知道這個案子 我也好奇他就知道從哪裡來 陳耀祥你現在知道從哪裡來 從膝蓋來 那另外立委 立法院附近出現強坡車 陳耀祥趕快曾經說 我們是為了提升通訊品質 不是來監聽你們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情勢單位 有那種車很厲害的 靠近你 根本就從你的坡 就能夠監聽你到底幹嘛 停在你家附近 你在房裡怎麼對話 都能夠知道 根本不需要到什麼去掛線 到什麼機房 共幣 好像有四五臺這樣的車子 那麼品牌是日本品牌 其實早就有了 那這個王毅川說呢 可以用手機定位來分析 個資 訴發部說 實務上沒那麼簡單 怎麼回事 來 鄉隆 那個 請看 請看 小草 到底是怎樣 陳耀祥可能真的要回 企業底要回這個學校教師 所以今天講話稍微公平一點點 他講說沒有 第二 他也他也在好奇 為什麼王毅川 有辦法拿到資料 他說他有三個電信公司都沒有 我今天就直接跟他講 你這個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點 第一個 現在到底有沒有 沒有 王毅川從哪沒拿到資料 不是你三個人 三個公司跟你講什麼 他是有客觀的事實 對不對 所以應該法務部跟NC 要去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是數位的時代 反走過去必留下痕跡 你說中華電信到底有沒有去做這個數位 這個分析 他有沒有做商業行為 有沒有給王毅川 賣給王毅川資料 這都查得出來 你看那個電 你整個中華電信資料裡面 怎麼可能 這只要是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另外我今天追了一個很獨家的新聞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叫我的辦公室 我叫我的辦公室 去查王毅川 他在他的翠上面 你說這個不只是膝蓋看 膝蓋想就知道 他說很多公司都有這樣做 他裡面有一家公司 數位的公司 我就叫我的作例卡電回去 結果查到什麼資料 大家知道嗎 查到這個公司 這個數據公司 因為你要買資料 有兩種可能 三大電信公司 第一的就是找公關公司的數位公司 那這是王毅川推薦的公司 他說你看你就知道 我電話打過去 他怎麼說 這個公司說 他有三個東西可以拿到 這個數據公司可以 他們可以得到一組 代表一個個人的代碼 cooking 就是第一 cooking 就是說你這次的增結點 在什麼地方 政府一直在講 王毅川在講說 他拿到只是一個數據 他不是一個個資 可是從這邊看到了 一個cooking 這就是個個資 第一的 他說你可以透過這個代碼 去分析每個人這段時間的足跡 第三個重要 他說你可以比對不同時間 活動的人有沒有重複 這就是王毅川說的 他說民進黨一一二的險前置業 民眾黨 我們小草活動 跟五二四的青島 這個行動的人 人流不一樣 他就有對比嘛 所以他講了 他自己催裡面的這個公司 我們打過去 這個對話再練給大家聽 我的助理先問他 他說我現在 我助理跟他講說 我現在辦一個活動 五月辦一個活動 然後六月份 我會辦一個活動 那我能不能知道五月份 跟六月份是不一樣 這個就是王毅川 講說三個可以對比 對不對 公司怎麼回答 這個數據公司 他怎麼回答 他說可以 因為他會有一個詞 就像類似廣告裡面 那個IV這個詞 cooking的意思 大家常常在上電腦 都會看到這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他說這個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做一個對比 就知道出息的人 有沒有重複了 我的助理繼續問 這樣不對 我昨天就提起說 那我們本來要的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那個數據 大的數據 不是個資 他說你這個東西 這樣會不會牽扯到個資 我們來提醒他 我說這樣我沒辦法理解 如果今天只是電信的數據 是可以 你怎麼會出現一個cooking 去比對 他怎麼說 他說有啊 這個要分成一個代碼 然後數據在那個地方 他就是一個cooking 然後你用把他做一個對比 就可以達到答案 我當場就問現場有NCC的主委在呢 法務部的次長在 數位部的部長在 還有中華電信的董事長在 四個水都打起來 他沒有任何 沒辦法任何回答 我就說你回去 第一個你回去查 這是王毅川自己 槌上面的這個資料 那講的東西跟王毅川就是一樣 所以現在變成兩條線 我們現在用客觀的事實去查 今天包括NCC 包括法務部的次長都答應 我覺得你要好好去查 不是說三家數位 數位這個公司 電信公司跟你講 你就相信他了 你用客觀的事實 你要去查清楚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現在可能不是只有三家電信公司 有沒有是數據的這個公司 這個要進一步去查 NCC的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說 他們現在的三大電信公司 賣的都是所謂 去識別化的大數據 但是去識別化 所以就不是沒有去識別化 是誰決定是去識別化 是電信公司決定去識別化 NCC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一個規定 也沒有很明確的外圍的 這個查詢的機制 這個是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因為我在留下面 聽很久 這是翁曉玲委員 前NCC委員 直接詢問陳耀祥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 他們講說去識別化大數據 可是事實來講 這個東西有沒有去識別化 是電信業者說得穿 第二點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本來要問一個 我忘記問一個很重要問題 就是他們主動動 中華電信主動跟我們講 他們沒有給政黨 沒有給小潮的 沒有給這個清鳥的人員 沒有給其他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有一個他們忘了講 他們有沒有資料給國安人員 一定有 因為這算是有有 他們說國安單位跟他調資料 這是大型 警政單位要調資料 他們有給他 中華電信今天有承認 所以說第三個點來講 我們知道老師講 對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的人 我是到420才知道說 我們可能會遇到這個事情 因為柯 因為柯建民直接在記者會講說 318會重現 太陽花會再重現 他420在記者會上面就預告了 如果是政黨協商人搞不好 在那個協商裡面早就知道說 柯建民準備要用這種方式 而威脅我們 同時之間針對這一次的整個佈局搞不好就開始 包括五一七 包括五一九 包括五二一 第四個就是剛剛那個趙先生講的有關那個這個強撥車 巧欣在今天下午在質詢的時候 在消防委會質詢的時候直接問 最後問出來了 是民進黨不知道他不好意思講 民進黨的立委去申請這個強撥車的 而且這個申請的書不是隨便能拿到 是要是要一定要去特別申請才會有強撥車的 所以這整個是一個well plan 是一個很完整計畫出來的零和的組合權